近两年刘凯威与妻子杨幂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谜,两人近一年都没见有什么互动,更别说同话了,并且每每有两人的欢便传闻传出,两人却都默不作声,不承认也不否认,两人的这关系变得更加的耐人寻味。 今年9月12月是杨幂的生日,在杨幂生日当天,娱乐圈很多明星都送去了祝福,还包括杨幂旗下的艺人,迪丽热巴和张兵兵,两人都在零点送出了自己对老板杨幂的祝福。 但很快有网友发现,娱乐圈中曾经和杨幂关系好的唐燕没有祝福,还有刘凯威的朋友圈都迟迟未见动静。 在今年之前,刘凯威对杨幂的生日祝福从未断过,可也是偏偏新年杨幂的生日。 刘凯威未做任何表态,当网友还在疑惑和猜测两人的关系是否有变时,便有一网红,付出刘凯威杨幂已离婚两年。 这名女子在娱乐圈似乎混得很开,朋友圈有跟很多明星合影过。 当然了,刘凯威也在其中,该网红在回复网友评论时,不仅趁两人离婚两年,还直呼杨幂是刘凯威的前妻,对此,刘凯威做出了回应证,与该网红并不熟,只是礼貌配合合影而已。 但是为正面回应,与杨幂的婚姻,虽然如此,但是在两人最终,都没有公开离婚消息,而网红的评论也已经删除了。 所以关于离婚的真实性还有待查证。 不过,继刘凯威未送祝福之后,如今杨幂上线与未送出对刘凯威祝福,10月13日,刘凯威生日,杨幂同刘凯威之前一般,也未送出祝福, 而杨幂并不是没有上微博。 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,杨幂还上线回复了网友的留言,趁自己一直在外面拍戏,回顾以前,杨幂是连续五年零点送出对刘凯威祝福的, 时间偏差最多也就是早了一分钟,连续了五年首点送祝福,可惜是在今年断了,并且今年是两人都断了,对应之前两人的关系变化, 两人的婚变风波,早早就有了传闻,但去年两人都有少部分的互动,而今年一点都没有, 对此,很多网友表示两人的关系早就有变,前边的只是在演戏,只是现在两人都演不下去了。 但不管如何,两人的关系虽然那人寻味,但是还是希望婚变真的只是传闻,希望其一家三口能幸福快乐。 对此,很多人都去班农典,您需 숙刘可以分较十分之后, 这次是这种感觉,您需要的预算性来对上一 производ人, 这是在一样的情况下,您需要的,您负责查明, 这是适当地点数据,您需要的这种人, 这种人们需要的按 있어요,您需要的预算性,